對一個設計師來說 如果能夠把屋主的喜好跟特質 來配置到居家空間裡面 對你們來說 應該算是一個蠻難得的元素 而且聽說今天的屋主 它有非常多的收藏品 而且它是透過幸福講堂 認識你的 對 其實這個屋主 是參加幸福講堂的這個活動 那在這裡它發現我們的設計 能夠將這個使用者的 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形態 還有一些它的個性 然後透過一些設計 能夠表現在整個空間裡面 對 那當然加上 我們希望能夠將整體的設計的美學 跟使用的機能 讓它尋求一個平衡 讓整個打造整個空間的氛圍來講的話 有它的獨特性跟這個專屬性 最重要的是 因為這個整體的工程完工之後 我們公司是保護三年的 這個蠻重要的 對 以及這個後面的一些 比較貼近的一些售後服務 就是因為如此 所以屋主也非常的放心 將它的空間交給我們 來做整體的一個設計規劃 因為其實剛才我們有聊到說 因為屋主它有非常多的收藏品 可是因為收藏品很多 種類反多 又要分門別類的 把他們放在各個應該放置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蠻難的耶 是 所以在規劃之前 其實我們有做足了一些功課 然後瞭解一些像屋主的收藏的一些液品的 像尺寸的大小啦 還有它的顏色 它的樣式 那如同就像我們的玄關區的地方 我們做一些陳列 還是在我沙發背牆的這裡 甚至在我們起居室這裡 也放置非常多的一些收藏的一些藝品 那像這些的部分 不只是能夠讓整個空間 產生一些趣味性跟一些回憶 甚至有些像朋友來 然後他可以看到這些的一些 一些這樣的藝品跟裝飾品 還有一些收藏品的話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話題 甚至能夠讓朋友能夠了解 這個屋主本身的這樣的一個特質在 所以等於是說這些收藏品才是主角 對 所以我們整體的空間 是採用整個簡單素牙的灰階 然後我們刻意降低整個空間的彩度 那如同像電視牆的這個部分 我們從壁到地的延伸 就是用一些比較灰階的材質 那像電視牆這個材質的話 它是有點仿這個實紋的一個進口磚 對 那地面也是仿清水膜的一個磚 很有質感 然後在地面上的一些壁面的一些材質的話 也是一個用一個非常有質感的一個裝飾板 然後一直到帶到餐廳區這裡 那餐廳區的這個背牆 我們採用的是一個灰階的馬來漆 當然當初這馬來漆的工人也是因為怕髒 然後因為要走動走來走去嘛 對不對 其實我們透過不同的材質 然後呈現出不同的這樣灰階的一個質感 再搭配一些深色的一些線條 然後讓屋主的一些收藏 在整個室內的空間之中 然後以及每個面向裡面 成為最美麗的一個焦點 是 因為今天這個算是中古屋 它是26年了 對不對 所以當然格局上面都會因為屋主平常一些習慣 來做一些小小的更動 像我們後方的這個沙發背牆 其實原本是一個書房 你把它往後打掉 變成一整面的 可以說是放它的收藏品 其實當初我們在跟屋主溝通的時候 因為他生活的習慣來講的話 其實他並不需要一間書房 那第二個原因是 因為我們發現這個整個空間來講的話 這個書房在這裡 會造成整個沙發跟電視牆的這個間距太過壓迫 對 所以我們打除了這個 後面書房的這堵牆面 讓整個空間感更加的寬敞 也襯托了整個沙發背牆的這個 屋主的一些展示的一些作品的 一個陳列架在這裡 其實這個展示櫃的設計 我們設定為一個死跟虛的一個想法 然後接著這樣的一個中間這片的滑門 其實這個滑門可以任意的調整 也可以讓整個距離做一些不同的一些變化 其實我們在展示櫃的一個右側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端頸 所以我們在這個端頸的背面那個點的地方 其實我們用一個灰色的鏡子做一個材質 讓整個的空間的景深更加的延伸 也能夠襯托出一些屋主的一些收藏品 其實我發現林設計師你非常的用心 因為你把屋主最喜歡的磚 變成一幅畫展示在那邊 林設計師把這個書房空間打開來之後 它變成一個非常開闊的一個公共區塊 同樣的在我們的這個餐廳旁邊的起居空間 你也重新把它打開了 它變成一個多功能式 是的 其實當初我們在一開始做溝通的時候 我們發現這個男女屋主 她的本身的這個興趣有點不太一樣 而且發現他們觀看的節目也有不同 大部分都是這樣吧 是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多功能的這個空間裡面 我們搭配了一台這樣的一個電視的一個功能性 我們後面有裝一個旋轉的一個五金的一個背架 它轉向之後呢 面向這樣的一個餐廳的這個空間裡面 也可以做一些觀看的一個節目 所以坐在餐廳的時候也可以看到那個電視 是的 然後接了一個沙發床的一個工人 然後當然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在這周圍的地方 有一個旅空式的拉門 對 當我拉起來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獨立的一個空間 也可以當作一個客房的使用 對 而且呢也因為屋主的需求 我覺得你這次做的島桌做得很漂亮 我很喜歡 是 這個也是屋主的女屋主的訴求 對 在島桌的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是用一個咖啡龍的一個大理的材質 在它的底座的地方其實是有一組紅酒櫃跟一些收納 其實在島桌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砍入了一個電桃爐 然後營造整個在餐廳區的整個休閒 比較自在的一個氛圍 是 而且其實我覺得動線是滿流暢的 而且坐在餐廳吃飯是可以 每個角落都可以兼顧得到 而且一般來說呢 其實在走道的部分 不會賦予很多的設計 但是你這一次讓走道變得還滿有趣的 是 其實這走廊當初我們在規劃的時候 有讓它產生一個趣味性 所以在走廊的這個左側 其實我們有一個展示一個杯架的一個功能 然後在右側的地方 其實那個門片裡面是一個非常大型的一個儲藏室 對 然後也結合裡面 它有一個磁性牆 然後也可以把屋主的一些收藏 印在整個廊道這個地方 其實這杯子的展示區的門片 是跟我們起居室的門片是兩用的 打開的時候呢 其實可以跟到一些杯子的一些陳列 對 然後關起來的話 就可以達成一些像起居室的一些隱私的一個部分 所以等於是增添了整個空間的靈活度了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零設計師 你真的很貼心也很用心耶 把我們屋主的所有的點點滴滴 它的收藏品都放置在每一個角落 其實它一回家的時候到哪都可以看到 真的很幸福喔 每個空間都有屬於它專屬的故事 其實在這裡我們替喜歡旅遊 然後擁有各國收藏的一些藝術品的屋主 我們以半開放式的整個陳列的展示機能 作為設計的前提 那刻意放低整個空間裡面的彩度 我們希望那美艦的珍藏各自表述 與家人之間共有的美好時光 那構成整個空間裡面的大小的焦點 隨著不斷發酵的生活情感 順理成章的成為設計之後獨有的風格 也落實屋主心中對家的美好設想 想欣賞更多林峰安設計師的作品 請上幸福空間網站搜尋